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Brigeland全A学区特别便宜的新房子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户型 上一次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一个户型 今天介绍另外一个户型 这是位于休斯顿Brigeland全A学区的另外一个小户型 这个户型它的最终价格大概都是在35到40来万区间当中的 我们卖到的很多的房子也大概区间都在35 38左右都有 不一定要买到40多万的 那像35 38万左右能买全A学区的房子 也就是在这几个社区能买得到了 其他的社区就这种房子都不可能买得到 所以确实是每一个户型都有自己的特点 那这个户型呢一进门的一楼其实就是一个卧室的套间了 他把一楼放两个卧室 然后他把客厅放到二楼去了 然后他也是说客厅和主卧都在二楼 然后两个客卧在一楼这样的一个构造 所以他又有点像市中心的那些condo或者连排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的整体的装修啊什么的都是要比那些condo和连排要感觉好很多的 那所以这个房子呢就是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这是一个独栋别墅还带着院子 我们现在就上楼看一下 那这个房子的二楼就是客厅 还有一个主卧的位置 然后二楼的大窗户也超级的大 就是他秉持着就是一大圈全部都是窗户的这么一个概念来做的这个房子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就是他二楼的厨房和客厅的位置 客厅当然是有点小哈 因为整体面积都不是很大 大概这个社区的所有的弧形的整体面积在1400多尺到2000尺之间 所以他就是小小的小房子 但是在高端的社区里面这么一个定位 然后呢他的主卧在旁边的这个位置 这边就是主卧了 二楼就是客厅和主卧 一楼就是另外的两个卧室 但是这个房子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每一个在这个社区的这种房子它全部都有一个小阳台 我们之前看到的户型的阳台是在卧室那边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户型的这个小阳台呢是在二楼 那这边是洗衣房旁边就会是他的一个阳台 这边就是阳台的位置 每一个这个户型呢都是有占地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楼下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后院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这个后院我们在阳台就能看得到 我们现在就过来看看 每一个这种房子它都有这么一个占地 还是很不错的这种占地 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了有的房子不是建在路边的 有的房子可能会建在社区的路的旁边 那像这套房子你看它的整体的采光都特别的好 由于它不是很大就会做的比较压抑 但是它这一大圈都是玻璃 就让你觉得一进来之后就是感受非常的棒的 你喜欢这样的低价好学区的新房吗 欢迎联系积极修正地产团队 我是积极具体的信息会写在视频的下方介绍栏里面 打电话和下微信联系我们吧 下期再见了拜拜